好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 我们客户端向服务器写字幕串 然后是这个键盘录入的 然后服务器是多线程的 将字幕串反转后写回 客户端再次读取到反转后的字幕串 这个其实是一个黑马的面试题 我们把它拷贝出来 Ctrl C 相对来说 有点小难也不是那么太难 如果你把我前面讲的支点都掌握了 这题就做起来很轻松了 叫come.黑马 再点test 让它Ctrl N 然后来一个test1 我们其实下一个题更难一点 下一个题是做上传 本件上传 这个还好 我们来看 客户端向服务器写字幕串 不能写一个test 应该怎么样 写两个 改一下 test1 杠这个client client client 然后finish finish 然后再来一个 Ctrl N 来一个test Ctrl N 然后来一个test test2 sore s e a v e a fine ish 好 一个是扣端 一个是服务器 然后呢 我们要去做这个事了 首先我们来创建这个扣端 扣端 它说 向服务器写字幕串 这个字幕串还得是键盘录录录的 好 那这个怎么做呢 scanner scanner scnr sc 就等于new一个scanner 然后来一个system 然后来一个system.1 好 这是创建键盘录录录对象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创建键盘录录对象 怎么做 往下怎么走 来一个socket 对不对 socket 然后呢 socket 就等于了new一个socket 我们要指定什么 ip地址和端口号 然后来一个127.0.0.1 然后端口号呢 我们指定一个5454321 不超过6535就可以啊 好 把异常抛出去 然后这是创建客户端 创建客户端 指定端 端口号 然后呢 指定ip地址和端口号 ip地址和端口号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 我创建完客户端了 指定了ip地址和这个端口号 那接下来怎么做 你是不是得获取到输入输出流啊 哎 获取到输入输出流 我们来一个 获取输入输流 buffer buffer ed buffer的reader 咱们来一个br 就等于new一个buffer的reader 这是不跟咱们前面都差不多呀 哎 然后再来一个new一个input sdreamreader 然后这里面再来什么 再来一个socket.getinputstream 好了 那么我们输入流完成之后 接下来再来一个获取输出流 然后print stream 打印流对不对 ps 就等于new一个print stream 然后这里面放一个什么呢 放一个socket.getoutputstream 好 这叫获取 获取输入流 这个是获取输出流 好 那么输入输出流都完事之后 我们再来看 你是不是应该把键盘录入的这个结果 通过谁 通过ps把它写出去啊 人家不说了吗 客户端向服务器写字幕串 是键盘录入的 然后服务器呢将字幕串反转后写回 然后客户端再次读取到反转后的字幕串 我先写再读 读就是反转后的了 那我先写 那叫psps.println 然后这里面放什么 放一个sc点的一个next line 这是什么 这是将 将字符串 字符串 写到哪去啊 写到服务器 去 将字符串写到服务器 然后呢 我们服务器里面就应该怎么样 是不是去接收啊 首先咱们来一个sever socket 他说创建多现成的 记住啊 说创建多现成的 别忘了 sever socket 然后来一个sever sever 就等于了new一个sever socket 我们这边端口号 要跟那边一致 54321 然后把这一长抛出去 一长抛出去 抛去之后 我这里面做一个提示 SYSO 说服务器启动 服务器 服务器启动 然后呢 绑定 绑定 54321 端口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不断地去接收 扣端的请求 所以来个什么 来一个well 处 well处 然后再来一个 这里面返回的是一个socket 然后再来一个socket 就等于了sever sever.accept 好socket导进来 然后接下来这个代码呢 它就是重复的 就是 是不是这一块 Ctrl-C 复制一下 然后拿过来 Ctrl-V 然后呢 啊不对 我们要干嘛呀 要开启县程啊 是不是开启多县程啊 别着急啊 我们用一个thied thread 小括号 大括号 然后这里面干嘛 重写 public void run 重写这个run方法 别说 我接受了一次请求 这里面是 接受客户端的请求 就要开启一条线程 开启一条 开启一条 线程 然后在这里面 Ctrl-V 在这里面怎么写啊 别忘了把这加什么 加final 然后这里面 异常抓一下 好车开始 他刚刚把内容写过来了 写过来之后 我们是把它读出来 读出来 那就来一个stread 就等于了br.readerline 这是将 将客户端写过 写过来的数据 写过来的数据 客户端写过来的数据 读取 出来 然后呢 怎么算好了 应该是怎么样 这一行 好 将客户端写过来 数据读取出来 那么读取出来怎么着 我们得想办法 把它反转 怎么反转 简单 把它转成字符数组 然后呢 再倒着便利字符数组 再拼接成一个字符串 就可以了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我们得想别的办法 有没有封装好的方法 能把它翻转 什么方法 咱们是不是有个 sign builder sign builder里面 是不是有reward方法 是不是可以把它翻转 好 lne lne 就等于了 就等于了 new一个sign builder 你看 你看 这一步是将字符串 转换成了 sign builder 字符串缓重区 然后再点reward 是将其进行反转 再点to-string 是不是又重新转换成字符串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链式编程 链式编程 能看懂吧 那么最后这里面存储的结果 是不是已经给反转过了 反转过 我们再把它怎么样 再写回去 叫ps.println 然后呢 来一个lne 写回去 写完之后呢 我们应该怎么样 应该把它给关掉 关掉 来一个socket.close 有同学就问了 说老师 我们这个socket.getInputStream 和socket.getOutputStream 难道不用关吗 好 这个问题之前忘说了 现在咱们说一下 好 看一下 so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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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在这里面我们找一找 找一找 close close这边写了 说关闭此套戒字 将会关闭 inputStream和outputStream 什么意思 也说你不用单独去关它们 你只要关闭socket就可以了 他们俩自然而然也就关了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只关这个socket 不用关这个br和这个ps 好了 那么现在我们又把这个内容怎么样 是不是反转后写回去 反转后写回去 反转 反转后 写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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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反转后写回来之后呢 这边干嘛呀 这边是不是把它读出来的 再把它读出来 syso 来一个 br.readline br.readline 将 将反转 反转后 后的结果 读出来 读出来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啊 呃 这个名字啊 咱们还是改成test1吧 就是能看出他俩是一组的 在 来 tess1 我们来看行还是不行啊 先启动这个服务器 我们就在这里面运行了啊 来 启动服务器 说服务器启动 绑定了5次321端口号 然后呢 我再启动客户端 来运行 那么客户端现在是不是启动了啊 那怎么看呢 在这里面 是可以看的 test1-sour 这是服务器 test1-client 这是客户端 好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输出一句话吧 大家好 交货车 好加大 看到了吧 哎 这就是将这个反转 将自不转反转 那么现在 我带着大家再走一遍啊 首先来看这 我创建了一个键盘录入对象 然后呢 这里面是创建一个socket 创建socket的指定IP地址和这个断口号 然后呢 对socket的input stream 和socket里面的 getinput stream和getoutput stream进行包装 变成了buff reader和这个print stream 然后我通过ps.printline 把键盘录入的结果写出去了 那么写过来之后 你这边要干嘛 是不是创建多线程服务器 socket的socket 创建完之后 然后提示一句 说服务器启动 绑定了54321端号 然后我接受客户端的请求 那么接受了请求之后 我就开启一条线程 然后这里面来一个 哎 重写run方法 重写run方法呢 在run方法里面 我们把getinput stream和getoutput stream进行包装 包装完之后 我把刚刚写过那行字幕串 通过br.readline 给读出来了 那么读出来之后 我进行了反转 newstream builder 是先把它变成了自不串 是先把它变成了自不串缓冲区 然后点reverse 这是反转 然后再点tool stream 又转换成了自不串 转换成自不串 反转之后 把它怎么样 再写回去 写回去 这时候你就给你怎么了 把写出去结果再怎么样 再读出来 这再读出来 好 别忘了 我们这里面忘了一句话 就做 socket socket点的一个close 好 将socket关掉 那么socket关掉 这个br和ps 又没有关了 对 他们就不用关了 好 那么这个就是咱们这个 自不串反转的一个练习 这个值点 咱们就说到这里